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7月8号星期四 上海同济设计院又出了就跟上次复旦大学 当然复旦大学数学学院不有个教师叫江文华吗 把他们学院的党委书记王仁专给割喉了 这是6月7号的事 结果刚刚过了一个月 就上海同济设计院又出了这么一个事 这个也是一个海归 据说也是没有续聘 然后把他们领导脖子给抹了 说是上海市设计学院的院长 在同济的设计院里边 那么可能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办公 然后这个事 现在王仁专专就被押住了 现在都不让报了 说为什么 因为好像是在模仿 说这是一种传染病 说为什么就是说7月份出这个事 就因为6月份的时候 6月7号 江文华把王仁专给割喉了 所以他就是看了这个跟学的 所以说这次不能再播了 因为当时还说要给王仁专捐款 让社会上给王仁专捐款 闹的还挺大 然后现在政府发现了这不行 要这样下去的话 下个月又有一个院长又得被割 所以这次完完全全摁住了 不许播 不许说 整个媒体全部晋升 因为这样 因为后面 据说天猫上已经开始卖铁微博 就说 这个微博 从表面上看起来的 是一个好像那种高领一样 然后有各种颜色 一种搭配的 从表面上看 你看不出来 看着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微博 但是它里面包含了一种 一种铁的东西能保护 就是说刀是搁不上 当然这个就有点搞笑 反正挣什么钱都有 但是我知道很快在天猫上就要给他们下架 不能这么搞 你这么搞的话 这不是在嘲讽国家 嘲讽政府 能搞这个 对不对 天猫上想挣什么钱的人都有 当然也真有人买 中国就这样 就是说之前HM不是拿老习找乐 卖小熊威尼的套装 然后有的人 我诚心买 我诚心买 你真要拿习近平找乐 对不对 但是我就买一套挂家 然后好玩 我给你逗这气 你知道吗 这个微博也是 有的人就买一个哥家里 拿你他 就是玩 爷不带我这钱 爷就拿你共产党找乐 所以就是说 挣什么钱的人都有 然后消费什么的也都有 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觉得 我们有必要播一下这个事 这铁微博是有点搞笑了 你不可能看见院长们都带着铁微博 但是我觉得 我上次姜文华事件事 我就先呼吁 我说要不然的话 我们的学校先停一下 不要这个了 就是说好像是不升级就滚蛋 是怎么着的 知道吧 就先不要搞这个了 你这么搞下去的话 后面还得出事 姜文华事让我劝过 我说先可以先的 等一等 冷静冷静 不要逼 因为中国和美国不一样 我知道他这东西跟美国学 美国里边有一些老外的这种 所谓的教授 真的就是在混日子 你不逼一逼 他真的是有一点 就是说就瞎胡混 但是中国学校里 尤其是就是说 当然年纪大的 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工程名秘的这种老教授 也是混日子 我以前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也是 那教授我靠 你知道吗 搞笑 你上这课 这个教授特别有名的教授 对不对 你上了他的课 一个学期 他妈的一次都没见过他 一直都是他的一个博士生 在那带课 然后最后出卷子 说是他出 其实是他那博士生给出的 判卷子也是他那博士生给判的 最后 但是签字 说是他签的 但是据说 其实也是那博士生替他签的 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管 整个一学期就没见过他 你都不知道在哪 你知道吗 都是他的博士生在搞 但是就那样 你没地儿高兴 学校也不管 学校也管不了 惹不起 老教授都年纪也比较大了 全国文明的 你知道拿到没辙 所以就这么个意思 你知道吗 就真的就拿他一点招也没有 就是中国也有一些老教授 是这样 但是年轻的这些 一些就是说 博士后带课的 然后在这刚开始 在这就是说 想要留下来这些 普遍来讲还是压力比较大的 这也是事实 被逼的也都挺狠的 我这两天不是胃口也不太好 有一个网友跟我说 说他跟我说 他说跟我年纪差不多 他说 子宗哥 我跟你说 你这个病还算小病了 他说我10年前就你这些病 他跟我说 他10年前的时候 胃溃疡最后出血了 出血了之后非常严重 我就住院了 他一直在医院里住着 住了好几天医院 他说差点就没牺牲了 他说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博士到最后 他说你看你老婆也读博 也知道压力特别大 当当时被逼的 逼的真的是就差点就要牺牲掉了 而且都逼出这个抑郁症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中国读个博也是 中国读这个 当然中国读这个博 这个压力主要不来自于学业 主要来自于导师 来自于不知道的导师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就是说已经逼到了 就是说一个一个的这些 博士这些人已经要了 就是说你之前前几年 还是这些人 就是说有的是自杀跳楼 是不是 说导师可扣 然后最后他我不活了 这两年的大家也想开了 就是说为什么我不活了 应该你不活了 对不对 所以你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觉得悲剧可能会越来越多 所以反正我们也呼吁 政府看看是不是相应的干涉一下 因为这么搞下去之后 大家都很危险 对不对 而且最后你说你一个导师 去见博士 去见你的博士 带着博士生的时候 你要全服武装的去 对不对 方胆一 铁非博 捅亏 对吧 你压力也大 对不对 你心理压力也大 对吧 何必就是说搞成这样 其实中国人普遍有这个问题 以前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也发现中国有一些人 就真的就是说 对 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也是就是说你会发现的 那些美国的有一些教授 人真的特别好 特别nice 尤其是那些美国出生 美国长大的 但是有一些 就第三世界国要来的 这些导师 还有一些咱们中国的那些老师 普遍的有一个问题 但是不是都这样 有一些也不错 有一些也不错 你看你跟我那时候在学校 还见过一个老师 你老师也挺好的 对不对 但是有一些老师 就是真的 中国老师 是真的是非常不好 就是说理论上来讲 应该一个大学上完了之后 大家都是不错 我们毕了业之后 都念着老师的好 有时不时去看看老师 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有一些老师 真的是到了 就是说 不说搁脖子 那个也太夸张了 但是真的就弄得 最后跟仇人一样 弄得最后 就是不想说话 弄得就是说 你毕了业之后 你就想一老师来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中国人 在马路上碰着老师了 一看 卧槽 老师过一个大嘴巴子 知道 就给老师大嘴巴子 恨了你多少年了 我终于碰上你了 过一叮邦朗一顿仇 你知道吗 对 就是说你做老师 做到这样子的话 你也应该要反省反省 对不对 为什么有的老师 最后是逃离满天下 有的老师到最后 就是说 出门都要戴口罩 怕被学长认出来 也要就是说思考思考 是吧 做人 就是说 真的是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家聊天下 对我来的事 都要戴口罩 戴口罩 谢谢大家